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学习 这些准备工作应该通通的由学生自己来完成 我们家长只是在旁边坐在那去监督他 这样的话 假使遇到一些小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很简单的东西 连放在自己的东西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是因为妈妈给准备的 不是她自己给准备的 我们在出行之前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手册的 就中国留学生的那个就是出国的一个就一个那个生活手册 这个手册上面就写了 你在的时候出去的时候 先要做一个这个list 我这什么东西要带的带的 你不能带的 你绝对不能带 家长还很关心的 给我们孩子去了怕美国吃不上 带点肉肠啊 带点花生米啊 你们家里不好吃不行 你可以带点带点什么 这些不可以的 我们对我们就是给这个提供服务的学生呢 就是说我们在申请的阶段就是在拿到美国签证之后 在赴美国之前呢 我们就会给他开始辅导这个美国的大学的课程 就美国大学课程 比如美国大学课程它是选课制的 那么因为美国大学入学之后呢 第一天就有一个叫什么说明会 新生说明会国际学生过去 开一个说明会给你领 你去看看 这是什么图书馆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第二天就开始和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了 就说快到这种程度 而且一个学期十八周课 就是它那个速度是短 快 很快就 而且学生还想到像我们新生进去的话 会觉得要有一个什么军训啊 有一个什么新生培训会啊什么 在美国没有 就两天 然后这个新生来的这两天呢 美国大学很开 很 怎么说的 很很很很友好的 那两天是随便吃 食堂都不要钱 这两天 大概这几天呢 就是你随便吃饭的 所以中国学生呢 这时候呢 特别好 哎呀 这个美国学校住的也可以随便住 就是你 比如说你先去的这几天啊 提前去这几天 不是学校给你算 你要多住几天 又要多多少钱什么 住也不要你钱 学校也来会接你 有些学校接接也不要钱 他很好来接你 然后吃也不要钱 那么只有两天 马上就进到课程 所以好多中国学生呢 就很不适应 那么我们因为这么多年 我们了解学生不适应 我们在去美国之前呢 我们就把美国男本科学生或者是硕士 他们男的这些课程 你首先我们都做好了 他的老师的问题会怎么样问 比如美国历史 美国历史这一门课 美国老师问问题的时候会问说 比如南北战争 说南北战争呢 是美国人会问 这个战打对了 还是打错了 你说出你的观点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小论文肯定是这样写的 但中国的老师的问题可能就问说 这个题是填空题 你记住 哪年 哪地 哪地 什么发生的 那么这个问题和中国的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像美国历史呀 心理学 哲学 这些课程呢 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 难课的一个 功课的一个题 这种学生的成绩很容易过不了的 就是挂科的 很挂科的 那么我们把这些挂科的东西呢 老师提的那种小问题 我们都已经编成了册子 发给我们的学生 而且让他们先开始看 买中国的书 类似这样的书 买 我们给他一个书的名录 让他看 看完先用中文理解 比如说哲学 最难的 我们就给同学们让他们去买 苏菲的世界 理解这些哲学的这种观点 让先用中文理解 最后老师讲的时候就明白 因为美国考试的时候 这项哲学的话 他的这个学生的话 学生的里面的那些名词呢 都是这些叫什么呢 就是希腊人的这种名词 很难的 那么我们这个学生呢 没去之前呢 我们在这个学术上已经给他指导 现在也就是说 我们给我们的这个留学生的这个服务 还是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建议呢 学生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定要提前要了解 提前了解 要适应这个生活 我